我們先講一下吧 我們今天到桃園來到巴德 主要的就是來參加 國際上的大企業 在台灣的重大的投資 投資帶來的效益 不僅是對我們產業的科技的發展 有新的動能 同時也提供了優質的工作的機會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論是經濟部 或者是在地的桃園市政府 都提供了很多的協助 政府積極的態度 以及我們在很多法規上面的調整 跟投資環境上面的改善 在這幾年鼓勵了很多的外商 以及台商回到台灣來投資 2018年我們5億元以上的投資案的累積 已經超過5000億 相對於前一年的成長 成長了三成以上 那麼同時我們在今年也看到外商 台商的回流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 也創造出來了很多新的優質的工作機會 給我們年輕的世代 所以在這裡 我也要特別恭喜我們桃園市的政事長 在過去一段時間的努力 現在很多的外商也好 台商也好 選擇在台灣投資 他們都很希望能夠在桃園這個地方來投資 那這個也反映出來 桃園市在過去積極提供協助的一個成效 讓大家都很肯定 所以我也要在這裡要肯定 我們桃園市政府的努力 還有我們經濟部 以及我們整個行政團隊的努力 然後先給你介紹一下 昨天這個郭台北總市長 針對軍共的事情 也在發表一些言論 那他提出了幾點 包含了說 軍隊公共的馬 他希望錢花在刀口上 那另外一個是說 他覺得中國人不肯定中國人 還有一個 不肯定性動態 還有其他在場 那對於他昨天這番言論 給你看吧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必須要很嚴肅的講 台灣一直都是我們這個區域的 和平穩定的貢獻者 那我們的態度很明確 我們為這個和平穩定 區域的和平穩定 我們是負責任的一方 但是我們也期待 所有在區域的其他的國家 都能共同負起這個和平穩定的責任 那第二個我想 我們在很多的國防上面的作為 那主要的還是 是自我防衛的需求 那我們的自我防衛的需求 在我們2016年以後 我們強調的國防的自主 也就是說 我們不論在研發或製造上 我們都希望以自己能夠發展出來這些能力 包括我們的國建國造 國際國造 都是我們這個 國防自主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也只有在我們在國防需求上面 自行製造有不足的地方 我們才會對外尋求軍購 那即便是軍購 我再講一遍 我們講的是自衛性的防衛 那另外呢 我想郭台銘董事長也會同意我 不論是哪一國或哪一國的人 都不應該用武力來破壞和平 那我們對於就是說 中國對於他們自己 中國內部的這些打壓 還有很多對於異議分子的 這種不公平的待遇 其實也是一個 大家都看到 那世界也都矚目的事情 而且習近平主席也從來沒有放棄過 對台動武 所以我相信這些話應該是 我覺得郭台銘董事長講的這些話 應該是比較適合講給中國聽的 那我們再講一次 我們的國防是為了自衛 我們的國防是以自主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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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要的優勢喔 在於就是說 我們的人才是很重的 而且素質都很好 第二個 我們的基礎建設也都非常齊備 最重要的就是說我們的法規結構 尤其是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那是非常的積極 那也符合國際間的這個標準 那最重要的是政府有這個決心 來提供所有的協助 讓我們不論是回台投資 或者外商來台投資 都能夠更便利 而且能夠在最短的時間 能夠完成他們的投資準備 剛剛提到那個打壓的問題 怎麼看說前兩天 大概有將近幾十位的台灣民眾 前往香港被擔犯的問題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典型的範例 那麼我們的國民到不同的國家去 受到的待遇也是一個 我們要入境的那個國家 他所採取的態度的一種表現 這會是一國兩制的一個過決嗎 是說人家講的有一次是一國一制 這個不論是一國一制 還是一國兩制 對我們來講 都是不可能接受的方案 我想請教 因為這兩天 由美國的驅逐艦又再度的穿越台海 那不曉得國際是不是很高 那因為這已經是一年之內 美國的軍艦一起穿越 那結中國是一起在台海 但是美國還是這樣做 那外界也有一個解讀說 這是對您連任的案情 您有這樣的感受嗎 我想這個台灣海峽是國際水域 那各國的船艦都可以經過 不過當各國的船艦 尤其是軍事的艦艇經過的時候 我們國軍都有全程的掌握 那也能夠掌控所有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國際水域裡面 確實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在這裡都有些活動 那重點是我們的國軍都有緊密 而且完整的準確的掌控 美國的案情您有感受嗎 我覺得這是兩回事 有關於香港的問題 因為香港國間有一個大型的示威 是康夷那個就是營營這個法 那國灣的主導 突然間掌握到台海 他說他們會在香港 那可不可以談一下這個 有關於那個中國營運法的這個問題 因為將來台灣可能就是說 相關的這個 比較親民的人士 防港的話 也都可能也許會面臨到有一些風險 可以談一下說 會怎麼開港人一再開 這個關於主委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些事情在一再發生 暴露出來的一國兩制 對於香港來講 對香港人來講 都不是香港人最喜歡 也最可以接受的方案 事實上 對香港來講 他們的 能夠自己 決定自己的 生活的方式 自己的 政府體制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也再一次的證明 這個一國兩制跟 或者 剛才你講的一國一制吧 都不是台灣的選項 有沒有其他問題 總看說 就覺得萊運長說 如果要出來的話 總共2016年都會出來 那總共2016年 那總共2016年 不是萊運長 剛選完連任嗎 這個是 他的說法 我沒有什麼評論 那至於一加一大二這件事情 其實是我們的支持者普遍的期待 那也希望就是說 在一個團結的議題上 集結眾人的力量 讓我們在2020的大選裡面 可以有更好的勝算 這是我們支持者普遍的期待 那我再講團結的意志 只要我們有團結的意志 一加一一定大一二 OK 好 謝謝 謝謝 請問一下 有五月一號來提前 你們看嗎 五月一號 五月一號就是後天了耶